导游尽力了 最后一刻他打开门 想救全车 使上最惨的火烧车 夺走26条人命 大家争论的是 门呢? 怎么没开? 其实有开了一个缝隙 但被护栏卡住了 一只焦黑的脚伸出来 只差一点就踏到地 捡紧DNA比对 后门的九居遗体 发现导游郑坤文 不在自己座位 而是在后门旁边 就是他在最后一刻 扯开后门 试图营救全车旅客 监警研判 可能是为了帮忙疏散 在黑烟中 找到安全气阀 用力扳开开关 使劲打开后车门 但车门被栅栏卡死 只开得了一个小缝 没人能逃得出 突发中心桃源报导